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流浪猫豹博 詹姆斯是个卖艺的流浪歌手,其实他唱的再卖力,也鲜有过路人愿意给他一个眼神 微博的收入甚至支付不起他一餐酒便式的饭钱,更不用奢求有一个住处了 一天,詹姆斯发现同为流浪歌手的同伴坐在一辆车上 原来是个貌式的车主忘了锁门,两人在车上睡了一宿 高兴之余,同伴递给了他一包药粉,第二天车主找来是詹姆斯已经不想人事了 同伴也早已溜之大吉 就这样,詹姆斯进了戒毒所,詹姆斯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送进这里了 原来詹姆斯之前经历了家庭的分裂,因此染上了毒瘾 并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偶然在街头遇见爸爸,爸爸也会由于顾忌新老婆假装不认识他一旁溜走 医生十分同情这个可怜的年轻人 同时医生也坚信他会抵住毒品的诱惑 在医生的帮助下,詹姆斯有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家 入住的第一天,詹姆斯的家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谁呀,一只偷食的流浪猫 詹姆斯并没有赶走他,一人一猫就这么相处了一夜 詹姆斯第二次见到这只猫时,发现他身上受了伤 詹姆斯慌忙间向隔壁的邻居贝拉求救 贝拉给流浪猫起了个名字叫鲍博 但因为他对动物毛发过敏,只好由詹姆斯抱着鲍博去找兽医 就这样詹姆斯收养了鲍博 在他的悉心照顾下,鲍博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白天詹姆斯必须外出工作 鲍博趁着公车关门一瞬间窜上车 就这样鲍博跟着詹姆斯一路来到卖艺的地方 路人看见詹姆斯和鲍博一人一猫的搭配 感到十分新奇,纷纷围观过来 詹姆斯的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 一人一猫开开心心的又坐车返回了家 当初抛下詹姆斯的同伴看见了詹姆斯 悄悄跟在他身后观察 对詹姆斯现在拥有的一切十分羡慕 他找到詹姆斯希望对方能收留自己 但是被詹姆斯拒绝了 詹姆斯将兜里辛苦,挣来的钱分给了他 希望他不要再沉沦下去,生活渐渐好转 詹姆斯的病情也在好转 除此之外,他还喜欢上邻居贝拉 但贝拉不喜欢隐君子 因为他的哥哥就是死于吸毒的 詹姆斯害怕贝拉戒怀 就骗他说自己是个音乐家 一天晚上,他买好花准备向贝拉表白 却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吸毒过量而死去的同伴 将同伴送进医院后 他决定要完全戒到毒瘾 圣诞夜,詹姆斯拿着红酒去到爸爸家 希望能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新年夜 可是继姆十分厌恶詹姆斯 将他赶出了门 人一开始不顺就事事不顺 詹姆斯卖夜的时候 一个带狗的男人来找茬 最后在街上闹起事来 也来了城管 詹姆斯被禁止街头表演三个月 最糟糕的是 他去拿戒毒钥匙撞进了贝拉 之前撒下的谎被戳穿 虽然詹姆斯极力解释 但贝拉还是十分愤怒地离开了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他的身边只剩下鲍勃 思虑过后 詹姆斯来到一家杂志社 他决定临时找一份工作 就这样 詹姆斯开始卖起了杂志 凭借肩膀上可爱的猫咪 詹姆斯的生意十分红火 只要买一份杂志 就可以和鲍勃合影 这样的生意人在街头 十分引人注目 很快詹姆斯就被一个 论坛报的记者发现 记者写下他和鲍勃的故事 同时因为抢走其他人的生意 詹姆斯被举报一个月 不准再卖杂志 没有收入的日子 詹姆斯只能和鲍勃一起吃毛粮了 去救济站领一些救济粮 好不容易熬过一个月 詹姆斯再次返回街头卖杂志 一个顾客因为太喜欢鲍勃 想买下他被詹姆斯极力拒绝了 鲍勃受到惊吓 跳到了詹姆斯的肩 一只狗狂追过去 詹姆斯紧跟上 却没有能找回鲍勃 失去了鲍勃 詹姆斯似乎回到了 被双亲抛弃的日子 再次犯了毒瘾 当他忍不住走向街对面那两个 一看就是在等待 引君子上门的男人时 他又恢复了理智 等他回到家 发现鲍勃已经回到了家中 詹姆斯激动的暴击鲍勃 接下来詹姆斯就要彻底戒断毒瘾 他停掉了戒毒药 将自己锁在了家中 仅凭意志力度过犯毒瘾的时光 好在有鲍勃陪在身边 最后詹姆斯成功了 当他神志清爽的去找贝拉时 却发现对方正准备搬家 他和贝拉没能在一起 詹姆斯又去到了爸爸家 爸爸对于詹姆斯能见到毒瘾 十分惊喜 父子俩进行了交心的谈话 他们都原谅了彼此 最后詹姆斯和鲍勃的故事 不停登上了杂志 还被写成了书出版了 詹姆斯和鲍勃 俨然成为了贫民偶像 虽然他依旧站在街头卖唱 生活中依旧会有沮丧 但他的生活不再彷徨和孤单 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暂时遇到困难而沮丧 对生活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 但就像片中的詹姆斯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信仰和依靠 就可以为此坚定的活下去 希望对生活不满意的你 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抹微光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